大家好,今天我們來解中綱108年電機類原集的題目 然後再次強調沒有電機機械,這個不是我的專長 然後他的題目我覺得應該不需要我再整理那個什麼公式表 我覺得他考的每一年都差很多 如果你有每一屆都有做的話,你就會發現 我們來看第一個,PN二極體的順向電流就10A 二極體的導通電壓降為0.5V 導通電阻為0.1Ω,二極體功率消耗為何 二極體B屆從來沒有出過 那其實他就是問你一個他的二極體等效模型 一般來講是這樣子,然後只有一個通常都是正負0.7的壓降 但是後來呢,他題目跟你講他導通會有壓降0.5,又有0.1Ω的電阻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它等效成這樣,然後算他的功率 可以嗎? 這邊的0.1Ω,然後這邊灌10A 一句題目,把它化成這樣 所以你就可以發現說,你這顆電源吃的功率是多少 就是I平方R P等於IV才對 後面這個才是用P等於I平方R 可以嗎? 所以我們先算這顆電源0.5Ω吃的功率是多少 I是10A乘上V0.5Ω 會變成5W 所以算這樣子的話 有C這個選項可以選,但是不要選 我們還要把這個電阻消耗的功率加進去 I平方R 10的平方乘0.1 所以答案是100乘0.1 消掉,就是10W 所以總共是5加10 15W 但是我覺得這題你要掉進去 這個C選項的陷阱有點困難 因為他都已經跟你講0.1Ω了 然後也不可能0W,他肯定會消耗這個 B等於IV,肯定 肯定會有人這樣子成 然後會得到5W 但是你絕對不會選到C跟Z 最多也只能拆A跟B 那A的算法就是剛剛那樣 好,繼續 關於理想 理想運算放大器下列描述何則有誤 A正輸入端點的輸入電流等於 負輸入端點的輸出電流嗎? 不會啊,因為我們OP 不是 這裡輸入主抗無窮大 電流流不進去啊 怎麼可能 流進等於流出 所以A 欸 喔他從108年開始他不是用1234他變成ABCD OK 有點難怪覺得說有點怪怪的 就是這個 A就錯了 那B呢 輸入端點之輸入主抗無窮大 對嘛 剛剛講過了 對,他的理想特性就是這樣 B對 C輸出端點之輸出主抗為0 沒錯 帶來豬 增益無窮大 沒錯 開回入增益無窮大 這都他的理想特性 接著 第三題 關於理想運算放大器的賦回收電路 如果輸入訊號透過10K 歐姆電阻連置 運算放大器的負端點 好 我們就畫他的電路圖 負正 我習慣把負的寫在上面 因為如果上面有什麼回收的網路 就直接畫在上面就好了 好 所以 這邊是10K 正端點透過10K電阻接地 好我們就畫10K電阻接地 然後回收入境電阻是50K 然後求電壓增益 那他就是一個反向放大器可以嗎 反向放大器他的增益就是 負的R1分之R2 10K分之50K 答案就是負5 所以如果你有記反向放大器的公式 就肯定是負開頭 那接著就是R1分之R2 不要帶錯 所以答案是選豬 然後我們 這一屆一樣是分上下兩集 上集做20題 然後下集把剩下的題目全部做完 然後108年這一屆的題目 好像少了四分之一吧 不確定為什麼 他可能是 原本是給107是100分鐘 可能是想說一節課好不好 100分鐘感覺怪怪的 所以現在這一屆 我也不確定他的 考試的時間也沒有給啊 這張考卷沒有給啊 我在猜啊 這一張考卷應該是給我們 一個小時內要把它做完 所以題目才會變少 來第四題 2邏輯輸入A等於1 B等於0 下列合者錯誤 1加0 等於多少 1啊 也對嘛 再來B A乘B等於0嗎 B乘0等於0 沒錯 A互次貨B等於0 只要他們兩個不一樣 互次貨的輸出就是1嘛 所以C是錯的 答案選C 然後 豬A互次貨B A是1 B是0 兩個剛好不一樣 所以豬是對的 輸出是1 所以看這個題目啊 如果你不知道什麼 互次貨啊 什麼加減乘處啊 加減乘處你應該要會吧 A跟B刪掉 然後接著肯定是C豬 一定會有一個錯嘛 總不可能 一個A互次貨B等於0 對 另外一個A互次貨B等於1 這個也對 不可能吧 這個是一個寫題目 要注意的地方 有的時候 你只要用刪去法 說不定就可以 把不會的題目 二選一選出來 二分之一了 變成是非題 接著 第五題 下列選項 合者為D摩跟定理 這個 我看一下喔 這個bar有點不明顯 我把它 再塗一次 B摩跟 A就是了嘛 為什麼 D摩跟就是把這個bar打斷 然後剩下的殘渣 掉下來 變成正的 所以就變成 X bar加Y bar 這個是 A就對了 XY等於YX 這個不對 只要跟bar沒關係 通常就不是D摩跟定理 答案選A 第六題 第六題 圖一之一的 交換函數為和 它寫的 剛好很畸形嘛 我們再把它畫成 我們平常看到的 下面是X 它旁邊呢 是YZ 所以它剛好是SOP嘛 機制盒全部都是用加的 可以嗎 所以機制盒就要選E的 也就是True True的把它圈起來 是不是可以圈兩個 二的次方倍都可以圈 來第一個是多少 是不是X是E 所以是X 那YZ咧 Y 你看喔 Z是不是Z bar跟Z會互相抵消 所以剩下Y bar 好第一個球出來了 再加上旁邊這個是多少 對到左邊 是不是剩一個X bar 然後對上去 是不是11跟10 YZ跟Y YZ bar Z跟Z bar Z跟Z bar 剩下Y 所以第二個 出來是X bar Y 然後直接對選項 所以它剛好就是互次貨 答案選A 有問題嗎 接著第二頁 這個 順序控制電路中 兩個 直線接點串連代表的意義為何就是 成啊 成就是極 and 所以答案選B 這個我們以前實習課也有人在問了 老師 這個要怎麼按 就在鍵盤上面的 Shift上面 欸 對 Shift上面就可以打這個 這個我們程式設計也會用到 18題 變壓器規格 110伏特 220伏特 1K伏安 輸入電流是1安培10 輸出電流為何 我們先看它的雜數比數是1比2 然後電流剛好是雜數的反比 2分之1可以嗎 所以1乘2分之1就是0.5安培 答案選C 第9題 電機機械 效果 第10題 兩個而定110伏特800瓦相同 的電熱水壺串連 用於220伏特的電源總輸出功率為多少 這個比較陷阱的地方 就是你這個兩個要看到 你不要傻傻的就 算出電阻之後直接 V平方除以R 我就直接選出錯的答案 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電阻是多少 P等於V平方除以R 對R是多少 R跟P調換位置是V平方除以P V平方 110的平方嘛 就是12100 HP是800 它的電阻就是這樣 我不一定要先把它 除出來 然後這個考試我也不確定可不可以用計算機 所以我就 都先不用 再來 他說用於220伏特的電源總輸出功率為多少 再帶一次 P等於V平方除以R 現在是220的平方 再除以R 那R是多少 你不要帶這個喔 它是兩個 這個 電熱水壺串連 所以這個你要乘兩倍 再除 乘兩倍我直接乘進去喔 變成24200 再除以800 對答案就變成 220的平方就是 484 00 可以嗎 我確認一下 224 對嘛 484 然後在層上 除變成 分子分別要顛倒 24200 分子800 這樣就剛好可以消掉 答案就是826 1.6K 哇 選C 11題 電機機械 調過 12題 12題 12題就是比較 生活的題目 這個我們其他 什麼公職啊 或者是國運企業都沒有考過 它是C rate的題目 它說一個2000毫安培小時的離 離離子電池 以0.5C電流充電 是指充電電流為多少 它這個C rate啊 是 充放電的電流 大小 與電池容量的比率 就是這個C rate的意思 你就直接把 它 充放電電流的大小 跟我們電池容量的比率 就是我們的C rate 所以我們 這個題目告訴你什麼東西 這個就是我們的 電池容量嘛 就是我所謂的Y 然後這個就是C rate 所以它說的充電電流 就是我們要的X 所以它其實就是 一元一四方程式嘛 只有一個未知數而已 所以X去除Y Y是多少 2000毫安培小時 然後會等於0.5 所以這邊毫跟1000消掉嘛 除2拿過去變成2 X就會等於0.5乘2 就是1 三位安培 答案就選珠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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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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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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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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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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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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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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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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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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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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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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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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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把這邊切掉 做戴維寧等效電阻 所以把它畫出來 變成這樣 對不對 切掉的地方我用圓點把它圈起來 然後植樣把它飄上去 戴維寧等效電阻是不是壓短流開 所以電壓源短路 所以它這顆 是不是9併1去串7併3 可以嗎 9去併1 7併3 它可以變成 這就很像折下來的感覺 變成兩顆電阻 這邊是9併1 然後這邊是7併3 頭接頭 然後尾接尾 旁邊也是頭接頭尾接尾 可以嗎 所以我就直接寫出來 9併1 加上7併3 會等於相加分之相乘 加上相加分之相乘 答案是10分之 30 也就是3併5 選A 接著第三頁 請問圖1-3 更正 請問圖1-3中 所示電路 此電路等同於哪一種邏輯杂 就滿滿寫下去了 這個數是OR杂 所以這邊速度是A加B 下面是Abar加Bbar Abar加Bbar 然後兩個相乘起來 A加B 去乘上 X會等於A加B乘上 Abar加Bbar 再接把它乘進去 就變成A乘Abar 加上ABbar 有沒有 乘進去 然後B再乘進去 加上B Abar加上B乘Bbar 然後這個時候 這邊A乘Abar就是0 B乘Bbar也是0 消掉 所以答案就是ABbar加AbarB 那它其實就是一個互次或雜 A互次或B 哎呦 把它捲起來 所以它是XOR雜 B 8體 8體 它說 如圖1-4 鎖式電路 ABCD為輸入 F為輸出 U1到U4 都是一個兩個輸入的反擊閘 NAND閘 則下列為 合者為F的邏輯式 NAND閘就是A乘B加一個bar 所以這邊就是ABbar 然後這邊U2出來 C珠B 然後C珠B乘C珠B 就是它的輸出 C珠B乘C珠B 是多少 欸更正 成了之後還要再反向 C珠B乘C珠B B 一摩根把它打斷 剩下殘渣變成加 所以變成C珠 C珠BB加上C珠BB 然後BB可以消掉 所以就是C珠加C珠 你可以把它等效成A加A 所以答案就是A 那A再代換回來就是C珠而已 可以嗎 所以最後我們的優勢是多少 一樣的 代入NAND閘 就是ABbar乘C珠 然後在幹嘛 NAND閘嗎 乘起來還要再加一個反向 然後在幹嘛 繼續用地魔根把它打斷 殘渣 掉下來變加的 ABbarbar加上C珠B ABbar ABbar就是AB 然後再加上C珠B 所以答案選出 有問題嗎 有問題嗎 19題 電流爭議喔 這個應該算是 106年以來 這個 中鋼電子學最難的一個計算題啊 他要求電流爭議 那我用最快速度算給大家看 好不好 他是說交流訊號 小訊號爭議我通常會寫小寫的IE跟IS 那沒關係我要照他的寫大寫 因為通常直流我們會用大寫交流會寫小寫 我們就照他寫喔 來 是不是如果要做他的小訊號電流爭議 要求他的小訊號 參數 從設計這邊看進去會有一個小RE在 如果交流分析的時候會看到 所以我們是不是要先求出小RE 那小RE的公司是什麼 就是VT熱電壓 去除 IE 可以嗎 那熱電壓題目有給你 算是一個很大的暗示 因為通常這個熱電壓沒有給我們 因為通常這個熱電壓沒有給我們 我們也要知道他通常是 25毫伏特或是26毫伏特 所以可能 比較少算 電子的電路的話 電子電路的話應該是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暗示啊 就會讓你回想起說 喔要算小RE 這會等於25mm 除IE 這個時候IE就要算了 IE等於什麼 好 就是 做直流分析 這個是 呃 沒有什麼 偶核電容 所以 直流的時候它會斷路 我們依據箭頭寫出它的方程式 這是我的 我的習慣啊 我習慣就是看箭頭 當然也有不一樣的解法 我就寫 寫 示範 我習慣的解法 I會等於V除以R 從這邊15毫伏特 減掉 這邊會有個壓降0.7吧 要在幹嘛 除以R R是多少 這個時候我們要轉移電阻 BEC 那如果對這個轉移電阻有 興趣的話 可以去我們 印象最深刻就是職源有推過 那當然其實 以前歷屆也常推啊 至少推 十幾次 好不好我這邊就直接用 有興趣 去 我有做一個 影片是專門講轉移電阻 所以就直接去看就可以了 不用在那邊找很久 1加β分之1 就會等於α分之1 反笑間 不小心把這個轉移電阻 快寫完了 意思就是如果我們 G級的電阻要轉到 算 那個G級的話 要除β G級轉射級就要除1加β 射級轉 G級要乘上1加β分之1倍 所以我們看喔 這邊是不是 G級電阻 我們G級電阻要算 射級電流 是不是要除1加β倍 所以我們V除R 370K之外 你還要除1加β倍 1加β是100 然後再加上 這個就是直流分析喔 還沒有小訊號這個電阻 是不是一個大R1 2K 然後我們就直接近視於 這個1加100 就近視於 1百分之370 所以15-0.7 是17 可以更正14.3 然後這邊是 370除以100 3.7 加2 所以答案是5.7分之14.3 假設他不可以用計算機 我們算一下 143除以57 155 嗯 好像可以喔 155 嗯 好像可以喔 大概是2.5多吧 所以我就近視於2.5 然后单位是mA 接着我们把它带进去原本要算 小圈要参数的这个公式 I1带2.5A 所以我们的小I1就是 上下同程10 250除以25就是10Ω 很小几乎可以忽略 OK那接着我们就交流分析哦 交流分析 可以直接继续用这张图下去算 但是我怕 第一次算这个电路的可能 看的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再画另外一个 这个时候我们交流分析 就变成直流电源接地哦 我们算交流而已 所以这边算VI 交流的话这颗电容就导通 下面这颗也是 现在把画上去 这边是VO 然后上面就直接接地了 可以吗 然后这边是370 可以吗 然后这边是多少 这边其实可以忽略 但是我把它写成 我习惯用 浩安培 KOM跟 福特 作为单位 所以我把它换成KOM就变成 我自考一下哦 我自考一下哦 2.5 要怎么样才能换成K 0.01 0.001是1Ω 所以应该是0.01KΩ OK 刚刚脑袋有点卡住 这个应该很好换算吧 所以这边其实就是0.01 然后下面这边呢 就是2K 所以要如何求I 它是输入分接输出吗 所以就等于 假设我们 这边有个IB 还是比较习惯写 小写 这边是IE 那还有什么 题目的 标志区的总电流是IS 好 那是不是我们的 输入分接输出 乘上输入分接输出 它总共会两个分流 可以吗 所以我们这一颗电晶体是 输入分之输出 然后再乘上 前面这边要分流 对不对 直接输入 IS分之输出IB 这样我们的IB跟IB都可以消掉 所以 这样子算 乘出来 就是我们题目要的小讯号电流争议 好 我们就直接把它算出来 这个转移电阻很好用 为什么 因为 转移电阻相反就是转移电流 可以吗 所以我们这边 你看 输入是G级 输出是射级 G级转射级 数是除1加倍 但是我们转移电流要相反 所以我们前面这边就是直接带1加倍 然后再乘上 IS分之IB就是 相加分之别人 可以吗 所以我们这边还有一个RB要求 我们不知道RB是多少 先把试子写上去 然后再求位之数 相加分之别人 370 加上RB分之别人 37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只插一个位之数 就把这题结束了 是不是大RB不知道多少 那其实大RB 黄绿射写 在上面 从这边看进去的电阻 是不是 射级电阻 2K 再加上0.01K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是从射级看 是这样没错 但是我们现在 要从RB这边分 分流 所以我们要站在积极端 积极端看 所以我们射级要转到积极 要乘1加β倍 可以吗 这个箭头的相反就是乘 过去是除 反过来就是乘 可以吗 所以你要把它乘1加β倍 好 为了省时间 我就直接 这个忽略 就近视于2乘上 那1加β 就是1加100 我也把它近视于乘100 所以我们大RB 其实就是200 所以我就直接写答案 近视于1加100 近视于100 乘上370 加上200 也就是570 分之370 约掉 所以答案是3700 157 这样算出来就有答案 那你这边直接 如果不能用计算机的话 你可以这样想 这个50 是不是近视于60 所以3700 去除60 66 36 所以肯定是6开头 答案就直接选出 那接着我们确认一下 3700 去除57 跟着6 64点多 可以吗 64点多 那就趋近65 那为什么会有误差 我们这边都有误差 所以有进去的话 可以把这个 再精确解下去算 OK 接着 最后一题 电击机械 好 跳过 好 本次解析到这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题 整体来说 你看它 它的科目是 电工及电子穴 还有数位系统 电工 如果只单纯电工的话 就是基本电学 所以它的专业科目 就是基本电学 电子穴 数位系统 跟电工机械 那由于实在是 科目很多 所以它都考的偏 比较简单一点 你看我们几乎没有用到密尔门 几乎没有要我们算 基本电学那些电路 相依电路也没有 然后算电子学 大概三年才出一题 需要做一点计算的 电子电路要算 然后其他都是 比较基本的 可以吗 基本的掌握好 有兴趣 如果要加强的话 欢迎去看其他 不同考试的 比如说 中有的电工电子 难度差不多 然后还有台电的基本电学 好 如果有任何问题 或想法都欢迎留言 管制解析到这边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嗯 好 好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